大家好 摆在我面前的就是用泡沫箱栽种 播种的一盆车前草 人机看到了都有鞋 那么想要养好车前草 首先配涂是关键 下面就分享一下如何配涂 然后给它简单的播种 下一步要怎么做 让它再短短的15天时间之后 长得盖满了整个泡沫箱的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用一些椰砖泡发 一块椰砖就能够泡发了蛮多的了 我这里分别就用了两块椰砖 椰砖泡发的这种资料 如果你想要栽种多的话 就泡发多一点 然后在两块椰砖泡发的资料之中 添加一包这种蚯蚓氛肥 比较细腻的一种蚯蚓氛肥 保水保肥 肥力高 不烧苗 可以作为积肥 给它一举混泡 把我们准备好了车前草种子 给它均匀的撒进去 我们使用了泡沫箱 大概装的植料 就是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不要装的太满 大家看一下我这盆 虽然被一些小虫啃死掉这些叶片了 没有做到一个防虫的措施 不过长得还是不错的了 我们把椰砖给它泡发之后呢 最好是把它房间的晾到半干 晾到半干呢 就是用到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这种蚯蚓氛肥 放一包进去就可以了 基本上两块椰砖 配比一包蚯蚓氛肥 混泡进行之后呢 就可以把我们准备好的种子 剥下去了 给它剥下去之后呢 每隔三天 喷洒一些水物到表面 即到它冒出比较多的小苗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放到一个阴凉通风的位置了 不要给它曝晒了 我们也时不时给它喷洒一些水物 因为有些地方呢 温度现在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 给它做一个保水的措施就大了 用不了多久 它就会慢慢的长满一大盘的了 今天我就分享车前草 在家里也能够这样栽种 隔壁邻机看到 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动起来 在家里的阳台 再准备车前草了 好了 这集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下集再见